如果野豬每次都會出現在那裏 你有沒有理會它都會出現在那裏 所以它說要放一些東西 方便日後它的行動 其實就是想快些有成效 我覺得不是那麼需要 但是只不過就說我都贊成它如果影響到民生 我們就要做事 為的人本身其實是沒有錯的 但是問題就是它令到我們的社會就有滋擾了 那他們這樣做就應該是要有一些處罰先的 那好像這些餐館那樣 第一次罰我就輕微一點 第二次同樣罰我就要加重 這樣會累積下去 讓它知道就是說如果你繼續這樣做 你的刑罰就會加重 希望它不會再去做這件事 那如果給別人去見到的 那原來這樣做是不對的 那可能就會制止到它餵住這個野豬 野豬就不會走下去了 贊成或者不贊成這些 贊成 為什麼可以說一下 那他們都有他們自己本身生存的地方 只不過是可能有人餵了他們吃東西 再加上他們過過飯 那不代表你們能夠可以殺他們的生命 現在就說將那個罰款提高一萬元 因為那些1500元好像嚇不到人 要餵都會笑餵 不會是這個價錢 我相信這些人 是 是 都不會擔心這個價錢的 降伸 這個 concur就是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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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